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随着听奥脚步越来越近 有越来越多人关心听奥选手 现在有民间企业愿意在比赛结束之后 提供工作机会 好让选手们无后顾之忧 另外还有国小的小学生 他们特别用啦啦队表演来为他们加油打气 让大家看了真是好感动 为听奥选手加油打气 啦啦队的表演还不够 这群小学生还送上每人一人一具加油卡 他们很努力认真的学习 在这次的比赛希望他们多精拍 小朋友天真的祝福 大大的鼓励了听奥选手的信心 开心 很开心 希望不会让小朋友们失望可以多精拍 小朋友觉得祝福 那我感觉的感觉很温馨 给我们很多的打气加油 心理鼓励很重要 师子的支援支持更需要 要让听奥选手专心集训 就是要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像多排希望浓厚的跆拳道队员黄紫云 为了练习丢了工作 而林伯冲也因为开始集训 暂时把工作摆一旁 而吕思柔现在虽然是在学 但是未来出路在哪也很茫然 将来他们参加比赛以后 怎么样子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到我们厂里面来继续上班 我们会再跟这个协会 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看到选手们为了听奥夺牌 放下一切为国争光的决心 民间企业愿尽一份社会责任 开出提供工作机会的承诺 选手们知道了都很开心 希望到时候这张支票 在赛后能够真的兑现 记者陈修林 郑凯文 桃园报道 接下来国际首语时间 看看吴龙老师今天要教什么单字 开口文校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乌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首语 吴龙 听说这次报名参赛听奥的 有81个国家超过5000人啊 5000人不全部是选手 还包括随队的工作人员 哇 这么多人不会乱吗 各国都有领队负责管理 赛前也会召开领队会议 那领队真的很重要耶 是啊 每个国家除了选手 还有教练 按摩师 医师 翻译员等等 没有领队可不行哦 嗯 就像是班长或老师一样的角色 嗯 你要不要学领队的笔法 当然要咯 台湾首语的笔法 领队 国际首语的笔法 领队 领队 国际首语轻松笔 听上奥运就看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